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击脸 我觉得他敢承认也挺牛的 他们一家都很耿直嘛 很耿直 美女全说老话我看现在 三句话不理解 所以他们现在一个政治正确的 就跟当年所有的选美的小姐 都要说世界和平的愿望是 我非常感激烦地工作 加天下 这是一个问题 我非常感谢 我非常感谢 然后去啊 是吗 我先问两位一个问题 如果是你爸 那你到十行航转 你当呢 没有这样的爸 小的时候真做过这样的梦 就是看有些人说我爸是这 我爸是这 我爸会吹的时候 有过那想法 但是我可能说远了 但是我觉得我爸 如果让我觉得骄傲的东西 而不是这种事情 资金呢 这也得资金有这个水平 别的什么涨 可以当当这个银行的行长 目前还不行 而且就像我 知道自己一点经济头脑都没有 他要是真有 我真有这样的爸 让我干这个专装 他也是够可以的 能要做这种决定 他不让我确实把这加班了 那两位猜测一下 一外还为什么不当这个市场的方长 装算吧 我觉得是不是装算 那心里肯定清楚 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没有资历 没有能力 也没有精力 可以支撑他做这个工作 他爸应该是真的这么考虑的 也就是说他爸其实运行一个国家 不是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度 就跟公司一样 对 就跟自己公司一样 我觉得这岗位你可以做 我觉得你很厉害 你去试试 是 完全不考虑这个工作需要 但其实他爸这思维 你也说不出什么 人家做一辈子生意了 对不对 这个惯性思维下来也正常 对他来说 他女儿只是需要做决策的 实际上真正在底下 就是负责具体的运营 有其他的人 有专业的人去做 可能一些重大的决定 才需要作为行长来做决定 所以他只要放自己信任的人上去就可以 我还真有点不太了解 这个一万卡 是不是真正有点什么办事 特朗普的资许好像都是 他们的沃顿商学院毕业的 就可能确实 教育上还是可以的 水滨也还是有一些 所以说他不是一个花瓶 咱们说 他应该不是一个 是吧 一万卡他是开了一家服装店 品牌还挺大的 对有自己的品牌 这个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有任务点名气 自己开个服装店那种事 这不一万人都在干吗 对 你像来来我们学校 里边有的学生 学业不经的 这确实是视觉也不经 差点头发科没比较业 但是人家最后到学校门口 开服装店 开披子饼店 人家人弄的现在过得挺好的 下了楼 生意兴隆 开了分店 人是名家 那老板你觉不觉得特 你看一上台之后 把报官都给换成自己认识的人 你就怎么看待这种实习制呢 常规操作 我觉得是常规操作 我觉得是他跟他跟这个就是现有的建制的这些精英格格估入 因为他原来他原来就是整个商业的 然后这些建制派里面有一些是比如说法律精英出身的 还有一些学者出身的 就跟他原来都不是他的这个圈子里的 然后他他想要再去的改变跟那些人 那些人很多人也是不愿意做出改变的 所以他肯定得用自己能够用得动的人 但是这个是你也看一个程序上是不是允许他做什么事情 他本来就把他女儿当成什么顾问来用 不 但是最后就差这一步嘛 他那个闲 你头衔必定不是博物卿了 你可以把你女儿当博物卿用 但是你不能说他真是博物卿了 对吧 这里面还说要把他女儿去当那个联合国 美国的这个助联合国大使 也是一个挺奇葩的事情 如果他真的想用这个 你规矩是规矩不住他的 那程序上批准机会 不 那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意愿 你作为总统总得有一点点权利或者一些手段 他让他最后能够把物总统就行了 哎 就可以 好 那我问问两位最后一个问题啊 好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了 今天话想说的都没说出来呢 你是想当十号行长还是想当年博物卿大使 有第三个选项吗 没有 这俩我都不想干怎么办 你必须选一个 错 在真正所谓的民主环境里边 是有弃权这个选项啊 好 你的发业结束 你的发业结束 发业结束 没有弃权 我愿意当联合国大使 为什么呢 因为关心的议题比较多 然后各种议题都可以参议一下 十行行长就太没劲了 你看看人家多高伤 所以像我们这样最好就离地越远越好 是有思想有报复的 你们来 你们快来 老板 你应该是在广西美食协会会上 吃各种螺蛳粉 包括螺蛳粉 真的不错 你爱吃这个螺蛳粉 是吧 味道有点重 但是确实好吃 对不对 美食的事可以干 这可以